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战神1全剧情流程 那是第五集了已经 然后这个做完这五集呢,我准备稍稍停一下 因为这个战神3的发售呢也是指日可待 今天是15号,那么官方发售日是16号 到我手上我估计要到18号,19号这个样子 那也是稍稍休息一下 那么马上就要转头到战神3的这个制作当中 战神1就稍微隔一下了,大家非常对不起 本来是想在战神3之前把限量带做完的 但是无奈这个一天只有24个小时实在是不够用 好一上来就非常被砍了两刀 这是第三刀 今天这个手感不是非常好啊 好,这个空中投机还是比较安全的 可以把它挑到空中以后呢 然后按圆圈不断投机 这个可打那个米诺牛是一个道理 然后等到敌人头上出圆圈的时候呢 就直接用投机 用那个方块的那一下把它甩出去 还可以打到另外一个 好,继续用赖招 诶,大家可以看到战神这游戏敌人经常无视你的攻击啊 除非是用三角形的重攻击才会打出他们的硬直 一般的轻攻击杂平是不会有硬直的 他们该出招的时候还是会出招 诶,这个地方我本来想 来一个这个空中无限连 可惜这个茶兵HP太低 有人在这个留言里面问这个空中无限连怎么连 这个东西呢就是对付那种单个敌人会比较好用 对付人多的话就不太方便了 原理就是这个几下方块 然后一下三角出那招锤地的 然后按住三角不放 诶,就是刚才那出来的那一下往上扫的 就可以把敌人挑空 但是不要按时间太长 按时间太长的话就会跟刚才一样 自己也会跳上去 然后保持自己在地面 等到杂兵快掉下来的时候 继续这个方方三角 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无限连 一会儿找这个美毒莎试一下 我这个无限连的技术也不怎么样 还需要敌人配合一下才行 这边又看到这个先知了 先知被拖进去了 然后这边出来一堆蝙蝠 这个地方看来是这个蝙蝠洞 好,这里出了一个结界 有一大堆的蝙蝠和这个若干美毒莎要打 当然这个结界的话是可以用那个这个bug跳跳过去的 不过跳过去的话就没什么意思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美毒莎刷出来了 大家当心点 那个蝙蝠不要看看他没有攻击力 他是会砸下来的 看到地上有红圈的时候要赶紧躲避 这个就是无限连 可惜有这个杂兵干扰 要不然的话会比较顺利 好,再来一下 这个失误了 没有连上 那不要紧 这个地方呢 先躲一会儿 这个蝙蝠被石化了 美毒莎也经常可以利用他的这个石化光线来 来这个石化敌人 特别是像蝙蝠这种东西 如果他在空中被石化的话 掉下来直接摔碎的 可以死了 那也是这场战斗结束 有一段剧情 Kratos走过去的时候呢 就听到一个老头在这边 在这边音效 他说 哎,我的孩子干得漂亮 看来雅典娜是选对人了 我就知道会是这样 你是谁 啊,你有这个混沌之刃啊 而且皮肤像月光一样白 你看来就是被选中的那个人了 雅典娜 雅典也许会因你而活下来 不过你当心点 不要在我这个挖完坟墓之前就死掉了 那Kratos就觉得奇怪 说这个坟墓 你为谁挖的 会有人用得着吗 哎,他说 哎,我的孩子 我是为你挖的 你这个过了真相到必要的时候就会大白 等到你失去一切的时候 我就会在这里等着你 好,这边还可以跟他说话 他说 你不要来打扰我 我有活感 你也有自己的活感 时间已经不多了 好,这个神秘的老人呢 看上去也是很有背景的人 那Kratos也不敢轻易对他怎么样 那我们管自己走 这边左右各有一个宝箱 对称的 是凤凰羽毛和这个石化之眼 然后这边呢 很容易漏掉的 有两个红红宝箱 哎,二段跳 上去 有一个红红宝箱 在这个房子对称的地方 还有一个 那这个存档点我们就无视了 这两个红宝因为藏的比较好 所以说里面的魂是比较多的 一般这种在路上不容易被忽视的那些宝箱 魂就比较少 大家玩的时候千万不要漏了 这个地方走进这个大厅呢 会看到有两个洞里面不断的有蝙蝠出来 那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把这个前面的两寸塑像推过来 把那两个洞给堵了 当然你也可以只堵一个 然后在另外一个洞里 在另外一个洞门口这个慢慢刷魂 这里的蝙蝠是无限出的 推这个东西很容易受到干扰 不敢 总算是这个让我成功一次 好 这个雕像挡在这里 这个谜题还是比较简单的 他这个没有让你把左边推到右边 右边推到左边 一开始就放好的 这个就是挡右边的 这个蝙蝠 顺带的时候就抓他一下 蝙蝠如果说你这个 即时防御了他的攻击 这个蝙蝠就会掉下来 好 这边这个洞稍稍远一点 不过也是顺利堵上了 堵上以后 这些蝙蝠我就可以找你们算账了 好 还有没有 那我们过去 这边的这个双色宝箱非常多 这个房间一共有三个 这个我不自是给泰坦难度准备的 一般这个地方不会少这么多血的 然后这边很容易漏掉的 有一个红昏宝箱 在进来的这个门口右上方 那这个根据对称法则 左上方也有一个 这个是石化之眼 这边双色宝箱就无视了 直接开门上二楼 好 这边的这个很多 木条都是会断掉的 在我们靠近他的时候就会断掉 我们总从这边 怎么还有一个漏网之鱼 这种投机杀蝙蝠是没有红昏的 不是非常推荐 好 这里走土木桥 如果水平够高呢 可以直接跳过去 不过我还是 走得比较谨慎 这边跳过来呢 左边还有一个这个石化之眼 也是比较容易漏掉的宝箱 然后这个地方 被灯这个吊灯给挡了一下 本来是可以直接跳到那个木条上 继续走的 这样掉下来就要费不少功夫上去了 好 还是走老路 从左边走 这个地方右边是没有什么东西的 大家就不要过去了 哎呀 这个掉下去的时候 要马上按跳爬上来 要不然的话 Kratos就会马上给掉下去了 因为他拳挂的时候是单手的 好 走这边 二段跳加一个阿姨 直接冲过去 冲过去以后呢 这个无视存档点和绿魂宝箱 我们先往前走 这里会刷一大堆的 这个最初级的杂兵 直接用圆圈加方块 全部干光 这是最安全的大娃 这边是萌萌多安 敌人刚刷出来的时候 就可以把他拎出来了 不用等他这个人完全露出地面才抓 最后一个应该没有了 回去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漏网之鱼 哎 貌似没有 然后走到这个地方 就看到剧情 这个先知被扔下去的时候呢 非常侥幸地抓住了一根绳子 好 这边我们就要去救先知 先把这个左右两尊石像给他移出来 哎 这个地方卡住了 好 这边就是 这么正许一头 好多了 这边就是 这个地方卡住了 正直到现在 走向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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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好 好 好 这个比较单调乏味 两个都把它推下去 然后叠在一起 这样的话就够高了 我们下去做这个升降机 为什么不直接跳下去呢 因为这样比较神角力 好这边先不着急去搞那个石柱子 先跑到这边有裂缝的墙壁上 打碎里面都有宝箱 一个是红魂 一个是这个石化之眼 然后我们再去推这个石像 这两个叠在一起以后呢 就是粘在一起了 所以说踢一下也是无所谓的 不会因为你踢一脚 把下面那个踢开 上面那个掉下来 它们之间的这个摩擦力是非常大的 然后我们先不把它推到左边 我们先把它推到这个位置 好像应该再往右一点 好差不多 然后从这边跳上去 先把箱子给开了 先知不断在那边喊救命 说这个你找一条路赶紧来救我 哎呀失误了 这个地方不用去管那个先知 他是掉不下来的 我们把这个该做的事情先做我们再说 好我们成功跳到这个地方呢 然后再往这个地方跳 就会在这个小平台上找到两个红魂宝箱 这两个红魂宝箱魂也是比较多的 限制说你在下面干什么 我在上面 在踢脚 好到这个水尸前面有一个凹口 哎对 把这个石柱对着这个凹口 然后再跳上去 我们先伸一下刀吧 这个刀好像魂已经够了 好刚好 这边这个刀呢 混沌之刃就伸到了四季 多出三招 一个是L1加三角 然后是R1R1R1和这个右摇杆翻滚以后按跳 这个马上就可以升到五级 五级就是顶级了 需要九千点魂 非常贵 那其他这些神力暂时就不升了 我们以升这个主武器为主 哎这个就是R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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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但是R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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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招呢 主要的用途是这个R1R1加方 哎就是这招 这招呢前两下这个撞空 最后那一下灰刀呢 是范围非常广的吹飞子 非常非常实用 好这个是右摇杆翻滚加跳跃 是这么一招 基本上是这个飞招 然后L1加三角呢 也不是说非常实用 而且R1R1R1这招 学会以后赶路也会更快一点 从这边跳下去 然后爬这个藤蔓 那爬到这个位置呢就会触发剧情 限制说我正在正在往下滑 你要赶紧过来救我 我们两个可以一起拯救雅典 但是你得快 好这边提示这个路是这样走过去 最后跳到这个雅典娜手上端的西角盆里 就可以救到先知了 这里有一个七十多少秒 七十秒的倒计石吧 要救到先知 这边这个齿轮呢 有点像波斯王子 等他停下来的时候 二段跳过去 这个地方不要被那个齿轮刮到 宁可慢一点 耐心一点 时间是来得及的 好这边这个爬藤蔓呢 就一路跳 不要犹豫 然后这个地方 其实不用再当一下的 我是太谨慎了一点 直接二段跳也是可以过来的 这个走这个独木桥呢 关键就是要慢一点 然后在适当的地方呢 就二段跳 就可以省一些时间 然后这边再是跳这个绳索 这个可能要稍微荡一下 然后掉到这里呢 往前走就会触发剧情 说奎托斯 这里还剪开一个奖杯 这奎托斯跟着这个先知一起掉下去了 奎托斯 他说和雅典娜之前预言的一样 但是你可能已经太晚了 来不及救雅典了 或者说你真的是来救雅典的吗 然后先知就要去读取他的灵魂 当这个先知读取他的灵魂的时候呢 他看到了一个像野兽一样的人 他曾经 奎托斯曾经是这个斯巴达军队统帅 刚开始他手下只有五十个人 但不久之后就已经成千上万了 奎托斯的这个策略呢 是残忍 但是很有效的 所有人 他谁都不怕 只怕一个人就是他老婆 他老婆是保持理智的人 他说你到底还要杀多少人才满足呢 然后奎托斯说 当这个全世界都知道斯巴达的荣耀 然后老婆说呢 你这个什么斯巴达荣耀 你根本就是为了自己 然后最后这个不断的征服呢 最终毁了这个奎托斯 他说哎呀天哪 雅扁纳怎么会派你来呢 他说别再窥探我的内心了 然后这边先知说 你现在这点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不能和这个埃里斯抗衡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 能让你打败一个神 就是这个潘多拉的盒子 他在雅典城 离雅典城很远的这个东边的沙漠中 但是奎托斯我要警告你 很多人都去找了这个潘多拉的盒子 结果没有一个人回来 好 这边还可以跟他说话 他说从这个门里出去 就会有这个通往潘多拉盒子的路 这是唯一拯救雅典 打败艾瑞斯的方法 好我们这个赶路又快了点了 一下翻滚加两下阿姨 这样比较快一点 咦 好我们来到这个存档点呢 那先往这边这条路 盘山公路慢慢上去 这个路非常绕啊 好差不多到头了 到了这个地方呢 大家往前走 往前走就会来到这样一个场景 大家记住以后还会见到了这个场景 在结局当中 这边有一个亚典娜的雕像 他说这个 他对你的祈祷无动于衷 看来这个雕像亚典娜不在家 有事要留言 那我们上来主要就是开这个箱子 一根凤凰羽毛 其他东西都是复晕 好开完箱子就可以走了 然后这边下山的时候 其实可以稍稍跳一下 这个会比较快一点 好到了 到存档点以后呢 再往另外一条路走 还有这柄 这个亚典娜手上的这把 这把这个巨剑 大家 记着 以后这把剑也是会再次登场的 战神这个游戏就是不断充满着这个惊喜啊 好 这个下楼 螺旋楼梯 二段跳会比较快一点 为什么不从中间直接跳下去呢 我试过 貌似是不可以 这个会被场景贴图给挡住 那么之前如果没有遗漏的话 这里刚好是可以涨 这个魔法槽上线 好像是第二次了吧 然后这边有两个双色宝箱 武士 大家后面这个打了HP不够了 还可以回来捡 然后这里会出堆杂兵 我们用这个吹飞机试一下 当务之急是上楼去解决这个弓箭手 这里的弓箭手非常厉害 都是这个爆炸弓箭 他们射到墙上或者射到地上那个弓箭 它是不会消失的 它会过一会儿爆炸 这个对我们干扰非常严重 所以是要第一时间解决 这个人趁他还没出来就把他抓起来扔了 这个也是 一共杀掉六个弓箭手 这样上面就不会刷人了 就可以下来 这个 这个及时防御以后呢 按方块就可以把敌人迅速吹飞 用出一招大范围的 就这招 来用一下R1R1方块 可以避免被敌人包围 那这边清完人以后呢 从这个地方角落里跳上去 从中间跳是跳不上去的 然后这边有这个牛来了 牛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个血瓶啊 把他们用QTE杀掉 是会有绿魂的 这里没抓到 当心远处的这个拐角 拐角后面的那个爆炸弓箭手 我们不要过去 在这里慢慢跟他们拖延一下 然后趁机把他们跳空以后 就可以用投机直接秒掉 或者用这招攻击力也是不错的 当心这个锤子加刀的组合机 这个跳的太低了 没有成功 OK两个都死掉了 我们现在缺的不是HP 缺的是红魂 所以说这个牛就不要用QTE杀死 可以沾点红魂 好 等这个牛过来 不要过去 否则会被那个弓箭手射到的 大家可以看到远处那弓箭手了 赶紧回来再避一下 诶还是被射了一下 好用R1R1方块 吹飞一个 再用方方三角干掉一个 这边还会刷弓箭手 干掉这两个就不会刷了 继续往前 这个是雅典的下水道 这次这个前一张比较短 也就是仙之神庙这张比较短 所以我就录了两张 这张这个下水道 也一起录掉 一共大概是三十分钟的样子 这里有两个红魂宝箱 上去以后呢 又是一场恶战 是这个 巨型怪 这个拿着棒吹的家伙 我们就在拐角处 硬他 用一下方块三下三角 这个QT不要去理会 反正封死这个路口 这招的攻击距离是非常远的 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范围 就这样打 非常安全 会空 好 这个两个都解决以后呢 又是这个敏诺牛 敏诺牛 我们不怕 三个投机直接秒杀 被这个爆炸弓箱手阴了 这个非常郁闷 赶紧走 因为这个爆炸弓箱手要爬梯子上去 所以说我们就先不解决 先把敌人拉过来打 好 及时防御以后 按方块可以把敌人吹飞 哎 当心这个锤子 哎 没抓到 好 敏诺牛的攻击也是会误伤的 可以看到这个人已经出源泉提示了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好 抓 那边还是不断的有这个弓箭飞过来 好 这里我们HP不满了 就用QTE杀一个牛 补点这个绿魂 好 这里我们总算是可以去找那个 哎 还有啊 好 不要紧不要紧 我们耐心一点 这招阿姨阿姨吹飞 好 这个牛已经被杂病甩了两次了 剩下的HP应该不多 这个爆炸弓箭非常讨厌 哎呀 这个翻滚稍稍早早了一点 还有躲开那个冲击波 赶紧上去 OK解决掉以后呢 应该没人了吧 好 貌似没人了 这个杂兵我们可以先无视他 上去先做掉这个弓箭手 哎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非常阴险 他在那个地方射了一件这个爆炸弓箭 我就被炸下来了 像地雷一样 这个梯怎么这么难挑 老实实爬吧 好 当心右边这个地上的爆炸弓箭 显察左边的 好 右边这个人我看起非常不爽 直接拆掉 虽然说没有红魂 好 这个地方我这个去接了个电话 不好意思 哈哈 这边还有 吹飞 哎呦 咦 不让我抓 没这种事 右边那个人应该也 哎 还没死 这人还会连招啊 我把它甩掉 然后这边的又刷人了 抓出来 看来这个弓箭手每次都是一批两个这么刷出来 红魂宝箱自然是不会错过 然后这边就没什么东西了可以下来 哎 还有一个 拆开 好 这个砸兵嘛 应该没错过 应该没错过什么东西吧 好 那我们这个绿魂开一下 五满 这里音乐也变掉了 说明敌人已经清干净了 好 马上就可以离开这个下水道了 前面这里有一个梯子 然后这边是什么地方呢 一会上去大家就知道了 这个双色宝箱 无视 哎 好 这个开关扳一下 这里降下来一个二楼梯 上去看看是什么地方呢 大家对这个地方应该还有印象的吧 这个雅典 通往雅典的路 之前在这个地方 先知先知的那个4D影像曾经出来过 这里花盆清一下 就回到那个 Aris大肆破坏的地方了 看一下他到哪去了 哎 到这么远去了 好 这次就是往右边走了 先知已经为我们打开大门 那么这里存一下 这一次的节目呢 就到这儿 这个第六期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带给大家了 好 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大家观赏再见